第三十七集 中年人看到这张贵宾卡 眼睛微微一亮 少侠是元帅府的人 哦 不是 我只是有一个朋友在元帅府 林明说这话 犹豫了一下 虽然说他说的轻描淡写 可是中年人却知道 这少年的朋友 绝对是元帅府的重要人物 否则不可能有贵宾卡 并且还拿来送人呢 他笑道 哈哈哈哈 原来如此啊 既然是元帅府的贵客 这枪啊 就收少侠把钱两吧 多谢 林明没矫情 一百两黄金 无论对他还是对神兵堂 都不算什么 不过话说回来 今儿个要不是神兵堂 给他抹这零头 林明还真麻烦 什么叫一分钱憋倒英雄汉 这就叫一分钱憋倒英雄汉 伙计把这枪拿布条给裹了 放回盒子里 林明一背身 背上了盒子 道别之后 向后山掠去 紫乌弹铁做成的枪身 宝器级别 云文宾铁做成的枪头 总重八百二十斤 这样的枪 林明光想想都兴奋 再次来到后山的空地 因为背着八百二十斤的枪 林明踩在脚底的草地 一步就是一个脚窝 感受着来自背后的沉重压力 林明的心中涌起了一股豪情 他对准一块大石头 猛然以枪劈下 就听砰的一声 那巨石毫无悬念的被重枪砸得粉碎 而因为枪杆的弹性 林明的手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反振力 这就是紫乌弹铁的好处 要是纯玄铁的枪杆 这一振 虎口就得发麻 要是反冲力再大一点 虎口振的开裂都不是没有可能 好枪 林明手持长枪肆意挥舞 他并不懂枪法 完全按照全数的套路 八百二十斤的大枪 舞起来是糊糊生风 林明足足舞了一刻钟的时间 逐渐感觉到手臂有点酸胀 体力有些不支了 这枪 够重 就在这时 林明面前亮起一团火光 传音符 传音符里传来了声音 一刻钟后 七权武府延武场集合 按照这次排名考核的排名 分配武府资源 武府资源 林明心中一喜 背上长枪便向山下掠去 虽然将身法用到了极致 但是因为背着长枪的原因 林明的速度相较以前足足慢了三成 平时他可以吐起胡落 在树木的枝叉上借力跳跃 现在呢 只能在草地上 背上这枪 甭说树叉了 树干都能踩断了 不过这些不便 不但没有对林明造成困扰 反而让他很兴奋 时刻背着这么重的枪 这也是一种修炼 一刻钟后 林明到了七权武府 言无常 红西早已经站在了那里 二十个新生 倒得七七八八了 看到林明过来 红西顺手 抛出一个预解 资源明细都在里面 自己看 是教官 林明把灵魂力深入到预检之中 里面有一张七权武府的详细地图 里面详细标出了武府的各种资源点 其中光是供武者修炼的沙阵 就有金甲兵 牧人像 寒潭瀑布 熔岩窟 乱石坡 狂风洞 雷鸣鼓一共七个 合成金木水火 土风雷 七大沙阵 这七个阵法 常年运转 消耗掉的真元石 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然而 虽然阵法一直运转 一次能共十二个人一起修炼 可是七权无辅的学生太多了 不可能任意共每个弟子修炼 所以这资源得靠排名石来争 不在排名石上的弟子 根本就没有进入的资格 在排名石上的弟子 就按照排名来分配时间 按照林明的排名 一个月能任选一个沙阵 修炼两个整天 除了这修炼阵的待遇 林明还有资格进入七玄无辅的藏书阁 任选一本 人阶下品功法和两门人阶下品武技 这些功法武技的预解 林明不可以带出七玄无辅 但是却可以带出藏书阁 回到自己的住处 长时间观看 武技 功法 还有修炼地 这就是七玄无辅提供的最重要的资源 武技能让武者战斗力大增 功法是修炼武道的根本 而修炼地 则可以加快武者的修炼速度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许多弟子就是冲着这三个资源 才在七玄无辅的 这三个资源中 又以功法最为重要 不过 我有混乱钢斗精了 功法对我来说没意义 我最需要的是武技和修炼地点 尤其是修炼地 可惜啊 一个月只能修炼两个整天 这也太少了 我得尽快排到排名室前面才行啊 林明在心中合计着 把灵魂力退出了预解 这是红西道 好了 人都到齐了 所有人跟我来 到藏书阁 七玄无辅的藏书阁分为两个 一个是核心弟子用的内阁 另一个就是其他弟子用的外阁 内阁是七玄古七位开门宗师 留下的绝密功法 严禁外传 林明现在只能去外阁 外阁虽然功法档次稍微低了一些 但是比内阁大上很多倍 里面珍藏的御简有数千个之多 这是七玄古六百年来积累下来的 这些年来 七玄古的弟子外出做任务 击杀其他武者 往往会得到一些功法御简 这些御简对七玄古的弟子无用 便会出售给宗门 如此一来呢 七玄古的功法御简自然越积越多 这些功法都不是七玄古的正统 所以才会拿来分发到各地的武府中去 供弟子参悟学习 不过虽然如此 这些功法放在天运国 那也是极其珍贵的 这二十名地之堂弟子 很多人根本没有系统的学习过功法 现在能进入这么大的一个藏书库 任挑任选 不少人都面露兴奋之色 林明来到藏书阁后 将手中的御简递给了首阁的长老 这御简中不但介绍了各种资源分派的规定 而且记录了林明的资料和成绩 首阁长老随意用灵魂力探查了一下 对林明道 进去吧 你可以挑选一门功法 两门武技 而后这三个御简 你可以带出藏书阁参悟 不过这期间 你们不能离开七玄五府 但是 若此御简选的人过多的话 那就需要御 而参悟时间长短分配 就要按照排名十上的成绩来排了 功法御简想复制太麻烦 所以一般只有孤本 有些功法太受欢迎 自然有很多弟子会选 如此一来 时间上会有冲突 如何安排时间呢 就要靠排名来定 所以排名低的弟子 根本选不到热门功法 否则就算选了 也没太多机会去参悟 这七玄五府 真是个实力至上的地方 在这里排名就是一切呀 林明感慨了一下 走入了藏书阁 此时在藏书阁中 聚集着不少的弟子 但是却没有人发出一丝的声音 如果静心聆听 就可以听到这些弟子们 绵长均匀的呼吸 当他们精心感悟预见中功法的时候 一呼一息之间 甚至会长达半炷香的时间 好多高手啊 林明轻呼了一口气 这七玄五府啊 真是卧虎藏龙啊 朱岩在青丧城是数一数二的天才了 可是来七玄五府 只能排在三十名开外 红西道 开始选吧 不用急 你们时间多得很 预见上没有标记的 是基本功法和普通功法 有标记的是上了品级的 红色代表人街下品 紫色代表人街中品 每个预见旁边都会显示选定的人数 若你们排名不够的话 我劝你们不要选太热门的 否则按照排名来分配时间 你们就没机会了 按照五府的规定 排名一百到二百的都只能选人街下品功法 林明的排名算是一百人中比较靠前的 能选热门功法 不过 莫说是人街下品的热门功法 就算是人街中品上品的功法 林明都完全不感兴趣 不过样子嘛 还是得装一装的 于是他随意的浏览着 每个功法旁边都有符纸做成的标签 上面写着选定了本门功法的弟子 热门功法的标签上往往写了四五个名字 而冷门功法呢 却往往一个都没有 同事人街下品功法 差距也是很大的 所以排名一百出头的弟子学到的功法 远远比排名靠二百的弟子好得多 林明看了一会儿 突然心中一动 他看到了张仓的名字 无影功 看来张仓就是学的这门功法 林明往标签上一看 上面足足写了七个名字 好功法呀 真受欢迎 林明把灵魂力沉入了其中 在预见刚开始 有这门功法的注解概述 无影功 重攻击轻防御 修炼出的真元凝聚度和纯度都极高 甚至可与高出一级的武者媲美 本功法是人街下品功法中的佼佼者 距离人街中品功法也相距不远 然而本功法不易修炼 炼到大成者寥寥无几 选择时请慎重 看到这个注解 再看概述中 那关于本功法不易修炼的告诫 林明笑了 地之堂排名一百出头的人 谁不是天才啊 越说不容易修炼 这帮人就越激流涌进 何况这功法本身 还是同阶功法中的极品 怎么能错过呢 当然了 对这功法 林明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他继续看下去 本来准备随便选一本差不多的应付一下 然而知道林明看到一块位于书架角落中的御解 他的脚步微微一顿 枪诀 这功法中还有枪诀 也是啊 那王雁峰的九道真言 是功法的同时又是剑谱 有些功法只针对某样兵器的 这时就会加入这种兵器的法诀 林明拿起书架上 那名为基础枪诀的御解 虽然带了基础两个字听起来就品级不高的样子 可是林明呢 不在意 灵魂力沉入其中 首先看到的是这套基础枪诀的宗书 基础枪诀为枪法的基础 以直刺横扫五花圈纱等枪法的基本招式为主 没有蕴含任何枪法五技 是人间下品功法中最为简单的一类 看到这里 林明想起了王雁峰的九道真言 当初在竞技场的时候 王雁峰用出九道真言时 真元在剑峰上幻画出九道青色符文 武技绚丽无比 相比这九道真言来说 基础枪诀就太普通了 只有最简单的枪法招式 所以才被称为是人间下品功法中最为简单的一类 可是林明却并不觉得简单有什么不好 王雁峰的九道真言虽然华丽 但在林明看来那叫华尔不实 天韵国才有多少年根基 谱写九道真言的武者又能有多大的本事 一个实力不强的武者写出的功法越复杂 那么错误和不足之处就越多 自己浪费大量的时间去练这种功法 绝对不明智 以后说不定要全部推翻 与其如此不如只练最基础的直刺横扫五花圈杀 这些都是枪法的基本进攻手段 这总是没错的 朴实的招式练到大成一样能发挥出莫大的威力 这就叫反谱归身 何况林明还拥有极品炼体法爵混沌钢斗精 足以弥补他在无际上的差距 就这个了 林明选定之后贴了一眼基础枪角旁边的标签 果然上面空空如也 光是基础这俩字就让人提不起兴趣 再加上是偏门的枪法 没人选再正常不过 没人念正好 我就不需要预约了 选定枪角之后 林明又开始选身法 步伐这些轻功 打眼望去 什么弥宗步啊 通天梯啊 垂云锁啊 七星流云 鸿湖落雨 好家伙 等等各种功法是琳琅满目 每本功法都有一个 很牛逼的名字 就比如那本红湖落雨吧 有听有人说什么叫红湖啊 你听过那句话没有 咽去安置红湖之智乎 就这么红湖 是一种神鸟 特别大 据说这红湖落雨修炼到大成 一口真元提升上去 可以直飞青天 从高高飞翔的红湖身上 轻巧的摘下一片羽毛来 多神奇啊 前提是这红湖别咬你 他咬你估计也挺狠 至于七星流云 据说大成之后 可以七步同时踩出脚印不分先后 所谓脚踩七星足踏流云 七步之内的速度可以达到极致 然而这些轻功 林明也就是看看 最后的晃晃悠悠晃悠到角落选了一套基础步伐 林明的想法很简单 这些轻功说白了 就是采用一些特殊的真元流转方法 再配合腿脚肌肉的力量 以一种取巧的方式提升速度 虽然修炼这些轻功确实可以提升不少速度 然而一旦有了更高等级的轻功呢 那么原本的轻功就会被取代了 就得重新开修 林明可不想把时间浪费在一些人皆下品的轻功上 这些功法虽然名字叫得响亮 可都是一些七弦五辅淘汰下来的 这想必强不到哪去 选好了轻功 接下来选武技 武技其实跟轻功差不多 一旦有好的依然会被代替 但是林明现在实在是缺乏攻击手段 他准备大致挑一本 能配合枪法使用的就行了 林明的要求很多 首先花里胡哨的不要 华尔布什的不要 要注重招式变化 虚虚实实的不要 威力小的不要 不能用枪的不要 这一录下来 一本都没发现 这也难怪 这外阁的武技都是七弦谷淘汰下来的 七弦谷负责预检审查的那些长老 那是目光如炬 经过他们的一遍策选后 又能剩下什么好货色呀 心中正有些失望 林明突然脚步一顿 嗯 这里怎么还有碎的预检 林明发现在藏书阁的一个书架中专门放置的碎裂预检 这些也是功法武技 林明随手拿起一个预检 把灵魂力沉入其中 其概述上写着 人皆上品武技 武技名不详 缺失率 九成 预检一旦碎了 里面的信息会大量的丢失 不管是功法呀 还是武技 缺失率达到九成 再天才你都练不成 林明一路看下去 发现这些功法基本都是人皆上品的 甚至还有几步是地皆下品 这个倒也正常 若只是低等级的功法武技 再加上残缺 肯定直接被扔了 怎么会摆在这呢 可惜呀 即便是地皆下品的功法 比起混沌玄谷经一类的神域极品功法 那是差了十万八千里了 何况还残缺了呢 对林明来说 根本就没价值 哎呀 这些功法虽然高级 但是却连那些天才都不会选 显然不可能练成 我有混沌玄谷经 就更不会费无用功去选这些武技 林明没太在意 正想放弃的时候 突然心念一动 他看到一套名为粉身碎骨拳的残缺武技 这个武技因为缺失了开头部分 所以连品级都弄不清了 只是负负责审核预检的人 把他评定为地阶下品 谢谢 谢谢